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来继续点评一下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小凤 大家也知道小勇昨天被小凤赶跑了 赶到了青州火车站 但是小勇今天又回到了青州农村 小勇又不打算回家去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勇 这个昨天被小凤赶走之后 小凤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小凤今天他去姐姐家吃饭了 今天小凤说小勇被他赶跑之后 他心里面也很过意不去 我感觉感觉得出来 小凤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说心肠很坏的女孩子 他其实还是心地比较善良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像小凤所说的 他也曾经给小勇机会 大家也知道小凤在自己的老爸面前 是经常说小勇如何如何的好 但是奈何小勇他总是把小凤的话当成旁风 差不多在七八天前 小凤当时和小勇说自己的老爸回到老家来了 希望小勇去带着好烟好酒 还有水果还有老母鸡 再顺带一个红包去拜访一下自己的老爸 如果自己的老爹同意了 那他们想要结婚那就不是难事了 想要登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知道小勇他没有听取小凤的建议 仅仅买了番薯鸡蛋还有几个橘子 去看望自己的老丈人 气得小凤的老爸 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失望和生气 还有第二次机会 就是大家也知道 大概这个四天前吧 小凤的老爸要从自己家回广东打工去了 大家也知道 这个小凤第一次拿了寒酸的礼物给自己的老爸 小凤的老爸是生气的不行 差点就被气出心脏病了 然后小凤第二次又来和小勇商量 说自己的老爸要走了 你和我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我认为你应该去送一下我老爸 这个你跟他多解释解释 最好再带点礼物 让他可以带到广东去 去打工的地方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个小凤的意思就是潜意识的告诉小勇 自己的老爸又抽烟又喝酒 你聪明一点买点好阴好酒送给我的老爸 我老爸一高兴了 他就会原谅你第一次带番薯带鸡蛋去自己家 但是小勇是个鱼目脑袋 不开窍 小凤三番两次的点醒小勇 该花钱的时候不要小气 但是小勇就是这么抠门 就是这么和小凤对着干 第二次送行也没有去送 反而说自己忙得很 自己要去抓鱼 大家也知道鱼什么时候不可以去抓 对不对 晚上也能去抓 但是小凤有几个老爸 就只有这么一个老爸 小凤的老爸而且买火车票了 他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对不对 去送一下 送一下老人家 只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够了 但是小勇又不愿意花钱 也不愿意去赔礼道歉 而且还找了个抓鱼的借口 逃避这件事情 不敢直面 所以害得小凤的老爸 直接逼着小凤小勇 马上分手 准备棒打鸳鸯 小凤他其实也是有苦说不出 这个遇见小勇这样的男朋友 他心里也是气得牙痒痒 如果可以的话 小凤真的是想把小勇好好的揍一顿 但是大家也知道感情就是非常的奇妙 当小勇昨天离开小凤的时候 小凤又感到很失落 他也觉得自己过意不去 然后他今天来到小勇住的地方 发现了就是只留下了一个棉被 小勇只留下了一个棉被和一床 就是蚊帐 还有就留下了几口锅 小凤其实他今天也在视频里面说了 不是不给小勇任何的机会 实在是小勇这个人 烂泥扶不上墙 所以他也对他很失望 自己的娘家人自己的老爸自己的姐姐 非常非常的反对 他和小勇继续交往 所以呢小勇小凤啊 他呢也想通了 他呢不能在小勇这棵树上面吊死 这个因为小勇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这个啊 玩物上知啊 明明知道呢 自己呢该去做正事啊 小凤呢 他其实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女孩子 他呢这个在小勇啊 送他回青州啊 又来到了青州的时候呢 就提醒过小勇啊 你呢来青州呢 玩四五天就好回去了 好回家去了 不管呢我们谈不谈恋爱 你先回去 先把家里面的事情干完 大家也知道小勇家里面啊 就在桂林平乐 一个十万大山的三卡拉里面 家里面的农活呢 很多很多 最主要呢就是啊 这个山上的板栗树呢成熟了 山上的柿子树呢也成熟了 而且呢在小勇的家乡 家家户户呢 都有一个做柿饼的这么一个风俗习惯 做柿饼呢 要把柿子皮呢 这个啊 先呢给它削掉 然后呢再放在太阳底下爆晒 最后呢做成柿饼再卖出去 啊其实呢小复呢他呢也经历过啊 所以呢他呢感觉到这些活非常的累啊 虽然呢小勇的老爸老妈呢他们呢能干活啊 他们呢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 他们呢干活也能上山也能摘柿子也能做柿饼 但是呢小复呢提醒小勇说呢 你呢就冷心让你的老爸老妈去干这么累这么脏的活吗 对不对 小勇呢自己呢总是说这个啊有事情有事情 说呢要在家里面编程序赚钱 但是大家想到他来到这个青州了 他有编程吗 所以呢我感觉呢小勇呢纯粹呢 他是欺骗了大家 他还说呢是学计算机编程的 在家里就能赚大钱 在家里就能赚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的高薪的收入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来到青州了 什么时候见他打开过笔记本电脑 他根本就没有笔记本电脑 他天天呢都是在抓鱼 不是在抓鱼的路上 就是在去抓鱼的路上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小勇 凤姐还有这个凤姐的老爸小凤 也就是说小凤的亲爸爸 对他呢是非常的失望啊 在农村如果呢摊上这么一个非常懒惰的女婿 不管呢这个你有钱没钱都会让邻居呢看不起的 都会让称女人呢就是看笑话的 所以呢小凤的老爸呢为了自为了小凤啊 也为了自己家呢就是不让别人看笑话啊 就把这个小勇呢这个未来女婿的这种身份呢给他取消掉了就不希望啊 不希望小勇啊再来和小凤有任何的纠葛啊换成我的话如果小勇天天在抓鱼啊在钓鱼啊我也会看不下去啊 而且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小勇呢其实呢啊我感觉他这个应该来说呢是他父母造成了他这种性格 就说他很自私啊他呢从来呢没有去为别人考虑啊明明知道自己的老爸老妈年纪很大了 他呢也从来没有说哎这个小凤我要回家去了啊我家里面那些农活我爸爸妈妈他们吃不消干 我要赶紧回去我要赶紧的去回家摘柿子我要赶紧的去做士兵 我要呢替我爸妈呢分担这个农活如果他是这样这种人小凤啊还有小凤的老爸还有这个小凤的姐姐肯定呢会对小勇呢刮目相看 对不对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小勇啊他呢这个啊就是经常的偷懒啊在帮凤姐家干这个有时候呢去啊就是去凤姐他们那个养鸭肠养猪肠 干点活的时候因为是这个小凤的男朋友嘛对不对帮女朋友家干活啊那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凤姐呢也好几次说了我好多次考验小勇这个人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人啊非常的不可靠 别的男孩子在娘家的时候呢是抢着干活但是呢小勇呢却是这个抢着呢溜走啊 一有这个脏活泪活了口哨呢说的很好听哎姐姐我来干姐姐我来干结果呢啊一眨眼呢就跑了 就逃了就溜走了就去抓鱼了所以呢凤姐啊这个已经呢就是看透了小勇这个人的本质 他觉得小勇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偷金耍滑的人啊经常呢花言巧语啊他呢也怕呢小凤呢深陷啊爱情的泥潭啊到时候呢拔不出来了 所以呢凤姐呢今天呢得知小勇离开他呢心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他呢也马不停蹄的给小凤呢介绍了三个啊非常啊富裕的家庭啊三个非常优秀的啊这个相亲对象 其中呢有一个相亲对象呢还是一个博士这个博士呢他的老爸老妈呢都是这个就是教师啊大家也知道退休教师啊现在呢工资呢非常的高 而且呢这个男的如果真的是博士那前途无量啊所以呢凤姐呢和小凤说小勇这种人啊这个和他分手啊那是罪名字的 你以后呢如果找一个这个比小凤强十倍的男朋友 以后啊你呢也不用呢一起呢跟我养猪啊养啊养猪和养鸭了一起呢不用呢就是受苦受累了 以后呢你只要在你老公家呢这个啊逛逛街啊花花钱啊什么事都不用干 凤姐呢也希望呢这个小凤呢能够找到这样的这个老公 这样呢这个他自己呢也能够享福 这个凤姐呢作为娘家人啊也能够沾光 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小勇小凤啊 他们这个广西爱情故事啊名存实亡 应该呢不会旧情富难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 大家啊对于这个小凤啊这个新兰接受凤姐给他介绍的乡亲啊 大家觉得小凤对小勇到底有没有真心呢 还是说小凤呢始终呢没有呢把小勇呢装在心里面 好了今天的视频那就拍到这了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麻烦大家长按点赞 微秒钟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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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